謝謝你們支持,要繼續喔 嗨,歡迎來到股市熊麻吉 跟你熊麻吉 我是安琪 我是秦淫兄 老師今天光通訊主群有多檔漲停耶 現在 沒錯 現在可以佈局嗎 那要看喔 那等一下我來告訴你怎麼樣來研判 那我們先來看 先看這張圖 現在尾巴衝突其實有越來越緊張 那但是我們的股市 那台股我們反應 今天其實也算是有反應了 因為我們反應稍微一點點而已 那最主要現在目前為止 那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他們的CPI昨天公佈 3.7%高於預期 CPI指數是什麼 它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對 那這個指數其實到目前為止 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 他們要不要升息 對 那比較高的話會有什麼影響 那就是你的通貨膨脹 就是等於說你現在CPI 它消費者物價指數越高的話 變成說它的通貨膨脹是越來越 是越大的 它的意識是這樣子 那才會 我們耐心再看 還有AI族群 今天震盪拉回 那可不可以買 等一下我告訴你 還有光通訊 那指標股 它能不能再帶動 光通訊的一些族群 再往上勾 這個我都會跟大家說 好 來我們先看這個 那現在目前為止 那暫時我們也稍微提一下 因為現在離我們雖然是千里之遠 但是說實在這個電視一打開 那就還是有一次在告訴我們 對還是要來關心 還是要關心一下 那麼我們關心 那現在目前為止 也希望說他們能夠 多一點和平 那沒辦法 但說實在 這邊他們是 他們是千年來的問題了 對啊沒辦法 那因為以色列有一個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這個國家以色列這個國家 他們在兩千多年前 就已經消失了 竟然在兩千多年之後 又復國 美國協助他們的 對 當然這是非常奇蹟神奇的 全世界也只有這個國家 是這樣子而已 好那這是一個小小的故事 那我們再來看 那麼所以在中東這邊的話 就分配不均 分配不均就會大家會怎樣 會吵架 對吵架 所以就是大家都吵成一團 憑什麼也拿比較多喔 對沒錯就是這樣子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是我應該我的 那以色列 像那邊有阿拉伯人 和像 像以色列人他們 他們大家都會覺得說 他們都拿 大家都覺得 以色列人覺得說我還拿不夠 對 那阿拉伯人覺得說 他們也拿不夠 那就大家都會吵架 對所以這樣子 那沒辦法 好那這個 目前為止我就等待 現在 目前是戰事有 有蠻緊張的 在那邊中東那邊 這邊是蠻緊張的 好那我們稍微大家看一下 其實美股昨天 最主要影響 不是因為戰爭的事情 那是因為 戰爭你可以看到 戰爭是持續往上走 對 這是廢半 那昨天是因為美國的CPI 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那麼又開始漲 那大家擔心的地方就是在 那聯準會不會需要 會不會升息 是 對因為他們現在已經 到了5.5%了 他在升息的話 那可能大家的荷包 像你如果買房子貸款的話 那你可能荷包 你又會失血 你以貸款 它就會增加你的貸款壓力 對 還有像企業有去貸款 那其實通通會增加一些 你只要有貸款 那你就會大概都會增加一些費用 所以大家都蠻擔心的 好 那是年級工作指定率昨天又漲了 那稍微現在聽到4.6%了 好 那最主要其實我們要看的地方 是在它的核心 核心的CPI就是食品和能源 那現在打仗的時候 你第一個你會想到說 石油會不會漲 會 會 那有 你只要漲第一天 第一天漲後 後來又開始拉回 開始跌下來 所以也就還好 那麼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 那就是會有擔心這個能源 就石油漲的話 就變成會帶動 所有東西都會漲 對 什麼都要用到石油 什麼東西都要運輸 你運輸你就需要用到石油 當然就會增加他們的成本 成本高 那就物價就會上漲 好 那目前為止來看的話是還好啦 最主要現在CPI的年增4.1 這個是符合預期 這算不錯 所以重點的地方 以目前來看的話 那麼昨天哪只有被半漲 其他都跌 好 那最主要漲還是有 還有像輝達 這AI的還有漲 小漲一點 對 但是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台股的AI 沒有 台股今天AI 哇蠻慘的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台股這個大盤 那麼我在這段期間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其實我已經講了一段的時間 跟大家講這是個區間盤 是 這是個區間盤 那麼像到這裡來的時候 這裡是在大概16900點左右 那麼這裡會不會突破 其實重點不在這裡會不會突破 重點的地方就是 現在你如果在這邊要突破的話 它會有很大的賣壓 因為上面買股票的人他會想怎樣 他想要出貨 對沒錯 想要出貨 換人 對所以如果一旦到了 一旦到了這一個 這裡16900點左右 那附近的話 它就會有很大的賣壓 對 那就會掉下來 所以我們在研判的時候都會思考非常多方面來研判 不是說不是看了幾條線 然後就來這樣算 不是啊 沒錯 絕對不是 好 那麼大概會到16900點附近 這裡還是會比較大的震盪 那因為那這裡會賣壓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現在以目前為例看來看的話 還是在一個區間盤 那麼要衝要衝過去的話 它必須要有一檔股票非常的強勁 是台積電嗎 沒錯 我就知道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它佔 台股的全值大概有28% 過國深山 對對對 沒錯 我們指數有100點 有28點是台積電的 是 對 所以台積電 它一定要強 我們才有辦法漲上去 對才有辦法漲上去 如果台積電漲上去的話 那其實很多股票 大概都會怎樣 一起漲 都會一起漲 跟它同類型 很多股票 像中小型股的話 可能資金就會減少 那就會跌 好 那今天最好 最好的以我們來看的話 就是台積電 它就是在盆盤 橫向整理 讓整個盤式 就在這邊區間整理 那麼我們在操作上來 來做的話會更好做 好 那這一我會一步一來 一步一來告訴你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軍工族群 我們一開始跟大家講 那像現在戰事也蠻劇烈的 蠻緊張的 這個全訓它是做 主要做防空飛彈系統 防空飛彈系統 其實以色列他們在 其實以色列他們 他們大概開始從 從11月7號開始 8號他們這兩天 大概他們國土 他們有接收到5000枚的火箭炮 太多了吧 對大概5000枚 當然他們就像以色列 他們有最強最好的一個防空系統 但是還是抵擋不了 5千多枚火 真的太多了 對那5千炮 好 那麼當然也是會受到一些傷害 那防空系統 它就是全訓我們台股這張股票 它是有跟美國的一些 武器大廠他們有合作 這張股票 連以色列 那也是有來 他們也有來 有來參訪全訓 對他們以色列那邊的一些軍工行業 好 那麼我們再去去看 這樣股票可以多留意 好我們再看雷虎 這是做無人機 那無人機其實現在大家都已經 你已經都已經耳熟能詳了 好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看無人機 現在目前為止 那麼我們現在 我們國家也是重點之一 這兩個地方 我們國家我們自己 第一個就是飛彈防空系統 是 就是全訓 沒錯 第二個就是雷虎 雷虎就是做無人機 這方面這兩種 對我們台灣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國防的股票很重要 對 而且我們要自主的話 對 這都非常蠻重要的 這張股票你可以多留意一下 這兩檔 好 我們快速再來看一下 AI今天就真的蠻慘的 對啊 那偽創今天又跌了 昨天漲 昨天漲4.5% 今天跌了3% 3.4% 那麼我這邊有跟大家講一個防收點 就在96.7% 這邊 那你如果跌破的話 那你是要減碼 是要減碼 好 這是偽創 那目前為止其實 它還是在橫向整理的 沒辦法 現在 現在他們就在走什麼 他們在這裡財報 他們財報好不好 年減16% 不好 對沒錯 年減16% 有月增啦 但是 對 月增 其實我們要主要看的地方 是要看它的年 年 它最主要是年減 但是它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它 你說得很好 就是月增 那這個月增 說實在 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最主要看的是它 有關於AI伺服器那一方面的 那一方面比較重要 那麼現在 但是我們整體來看的話 它應該還是年減 就是跟去年同個時間比 它還是年減的 那當然就以目前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 現在在走財報的話 你可以看還是跌 尤其是這檔股票 王達 今天跌了5% 其實在這裡 其實在這一天已經跌了6 已經跌了6.5% 那昨天 昨天台股大漲152點 它還是平盤 今天台股小跌 它就跌了5% 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講說 它是在它會修正 因為它積極比較高 所以修正幅度會比較大一點 現在目前來看 你看到它連月減 有的真的是 大家覺得它的預期 預期它會更好 結果它不如預期 那市場上就會 大家都會怎樣 賣股票 對 沒錯 大家都想賣股票 那股票就沒辦法就 硬生就往下跌了 對 好 那這是AI智良檔股票 是比較大 比較大的跌幅 然後我們再來看 那這劇有顆我們賣掉了 蠻可惜 今天最高有來到2116 賣掉191 好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也獲利有35元 我們把資金 很多了 也算不錯了 那漲上去就有點危險了 所以老師 你在這邊出場其實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第一個 我們完全不可能說 我們只是可以看一個 我們可以看一個它未來 但是它未來 以目前來看 那震盪它說實在 在禮拜五的時候漲停板 到了禮拜三的時候 竟然是個大跌 那我們 為了保護我們的客戶的資產 那有賺錢 那我們當然先把它回收 資金回來 當然 對 居有客蠻可惜 好 那這有機會 我們還會再接回來 來我們再看 微盛這張股票 我們現在還是續報 小賺了 我們會也是買115 116 現在賺6塊錢 6塊錢大概是5%左右而已 只是微盛 還有陳明電 今天跌了1.4塊 現在還獲利有4塊錢 4塊錢大概是它9%左右 這是陳明電 這是做伺服器 伺服器也即可 那這張股票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如果要看它的趨勢來說的話 它是有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墊高 其實這些買股票 我們是買的話是要讓大家 盡量就是要買它 能夠平穩的往上推升 不要暴漲暴跌的話 這樣子的話我們說實在 客戶他抱也抱不住的話 那就非常可惜了 這種股票客戶可以抱得住 抱得久 那這樣才能夠賺得多 好這是陳明電 你可以多留意 那當然如果想要做這些股票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操作的話 當然 加入群組跟著老師做 對跟著我們的腳步來操作 這樣是最快 來我們今天再來看一個光通訊 其實光通訊最近大家有在講 在節目上電視一打開 大家一直在講的地方 在講什麼地方 CPU 這個就是 共同封裝光學模組 它最主要 這我們待會再看 我們先看這張圖 你可能會 這個圖 這個可能大家也看不懂 沒關係 我跟大家講 老師解釋一下 來我要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100G 這就是一個設備 這設備100G它的傳輸速度的 那麼目前為止其實 這100G在全球來說的話 算是蠻強的 那400G其實很少很少的地方 全世界現在所用到400G的速度 寬頻的速度的話 大概只有用到15% 15%的人在用 15%的比例 對有15%而已 那其實大部分都是在60以下 佔60%的這個寬頻的速度 是 所以其實現在 你如果說用到400的話 其實現在400就已經不普及了 那當然現在已經 他們都在大家研發 在充斥800G 那麼這800G 到目前為止可以看到 已經是有像華星光 這些公司都已經在充斥這個 那現在在漲的東西 是在漲這裡 漲這裡 但還沒到這裡CPU 還沒到CPU 還沒到CPU 因為CPU這邊的話 它最主要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最主要 它像CPU 它共通裝 意思是說 你可以看到 它是PCB板 和這一個這裡 還有這裡晶片 三個這樣堆疊在一起 那就造成這個是窄板的地方 兩個三個都堆疊在一起 讓他們距離很短 然後直接他們就 因為這個光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像 來看 這張圖沒有 等一下 像細光值它最主要 它最主要的地方 它就是用光來傳導 對 因為光傳導它速度超快 才會 對沒錯 那麼 未來來說的話 就是會用這種 用這種 用這一個 也因為是因為 像台積電他們就 之前台積電 他們就9月6號的時候 有一個半導體協會 他們有半導體 那半導體展 對 那麼那時候 他們就開始有講到說 矽光值 那他就說為什麼 大家問說 為什麼要有什麼矽光值 他說 就是說因為 因為現在有AI 它有那個數據 它數據 它數據的流量速度 速度非常快 因為 因為他們的 像AI那邊的話 GPU它是用什麼的 它是在 他們是在運算 AI那邊是在 生成室它是用運算的 運算完之後 它必須要傳導出去 是 傳導出去的時候 它必須要用什麼東西呢 它就必須要用到光 這裡 它這裡才夠用 對 所以才會引導出說這個CPU 這個光學模組 共這樣子來出來的 那麼 現在目前為止 大家還 這裡還沒有走到這邊 但是這是未來 大家一個想像空間比較大 其實現在都是在 還是在充斥這裡 800G 是 對沒錯 這個我以後 我會慢慢來跟大家來講 來 那麼這是華仙光 其實我在 這在9月24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就是在130元 當時候 只有這128塊 但我跟大家講 這是在我的TG 我說130元以下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對 9月20號 那麼到今天你可以看到 今天最高的時候有到163 是 今天在創波段新高 對這樣子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像他們當然他們有很多 現在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 他們有營收高成長 對 又加上有CPU 就是那個什麼 共同封裝模組 這個 細光子的封裝模組 那麼讓他們大概會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其實到目前為止 他們這四個想像空間是沒有錯 但是現在他們漲的地方是在漲實質的 細光子還沒出 那個CPU還沒 封裝還沒出貨 現在出貨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您這有132元 它最主要的出貨的地方 就是在這一部分 400G 它現在出的地方就在這裡 400G 這一個 它的寬頻速度 800G大家在充斥還沒有 對 現在 大概還沒有 好 我們來看 那麼現在目前為止 其實最重要的 就 光通訊族群 它就是 它就是領頭羊指標股 好 那麼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前頂 今天 今天 昨天漲停板 它在反應什麼 你可以看到 年增34.5% 年增 然後營收 還有再來看 今天再漲停板 創波段新高 你可以看到 其實 大盤其實 我跟大家講 還是在這個區間的地方在盤整 但是這些股票 你可以看到 它們都非常怎樣 你可以看到 它們這段時間都是持續往上推升 趨勢是對的 對 買股票我們就照樣來操作 還有 當然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你看 創威今天也漲停板 還有上全 今天也創波段新高 然後有拉回 上全 聯軍 今年也創波段新高 拉 當然有拉回 這些股票你可以看到 通通大部分都是創波段新高 這些不是沒有原因 好 那這些光通訊的族群 你如果想要跟我們操作的話 你要趕快來 你不要再等到說 每一檔股票再創新高 創歷史新高之後 你才想要 才想要來問說 下一檔 那就太慢了 我們還有一檔 還有一檔 那我也希望你可以好好把握 當然我們買股票 當然是不要去追高 沒錯 當然要用低檔佈局 好 那這是我們333 這是我們的專案 那也希望你可以好好把握 好 那這是我的diet 那你可以閃閃QRCO 那跟我們加入 可以來這邊報名 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好 謝謝老師分析 大家記得加油老師的群組 那股市小麻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噢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馬上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意到實地擇方產業 並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所有人 sabes 有些人 背心臓 也不用 discussion 大量一份薪水